現在經常要video call 開call時有沒有覺得對方說話很空洞和不夠清楚呢? 如果有一套完整高質又易用又易安裝的會議視像系統 就可以提升會議進行的流暢度 人聲收音又清些,畫面質素又高些 就算和海外公司談生意都容易些 德國著名專業音頻品牌Sennheiser 這個牌子之前就聽得多了 而它的個人音響高階耳筒、專業錄音咪和舞台音響設備都很出名 而Sennheiser近年在會議用的通訊設備積極發展 將過往多年的專業級音響技術用了商業和教育通訊產品 今次介紹的兩款Team Connect Ceiling 產品系列 是屬於辦公室用的收音咪 有這一款正方形的Team Connect Ceiling 2 TCC2 以及有這一款圓形體積相對較小的Team Connect Ceiling Medium TCCM 一大一勢滿足不同企業和教育院校的會議室 甚至在大禮堂教學時的需要 這兩款收音咪都是安裝在天花板上 它裏面有品牌獨家的Dynamic Bean Forming技術 以及True Voice Lift語音放大功能 利用獨家的演算法 可以清楚和精準地捕捉講者的聲音 好像這個Meeting Room 大約40平方米 即是300多呎的房間 安裝一個TCCM 就可以代替以往進行視像會議時 桌面上擺滿不同收音咪 不用將桌左擺一支咪 右擺一支咪 將會議桌變得簡潔 如果做多人視像會議時 還可以精準地收到每位會議者的聲音 Team Connect Sailing Medium TCCM 圓形機身 重量只有4.9kg 長度525mm 厚度也只有92mm 你看看安裝在天花板上多薄 完全不會影響整個Meeting Room的裝修設計 而且又夠省位 非常適合香港的辦公室 TCCM的接駁很簡單 收音咪背面 有Dante和Analog Output 還有POE接頭 要接駁揚聲器做實時演講 又或者駁其他網絡鏡頭都相當容易 這麼小的TCCM入面 有15個品牌廣播級高質的電容式收音咪頭 K-E10 Dynamic Beam Forming和True Voice Lift 原聲增強功能下 會議中不用拿著收音咪 就可以確保在不同位置的發言者 都能夠有清晰度的語音表現 現在我就試試TCCM的收音功能 我在會議室前前後後一路走一路講話 大家聽到的音質 是不是一樣都是很清晰很紮實呢? 現在我就試試用另一支咪 試試同樣的方法錄音出來的音色表現 照樣我都是一路走一路講 大家會否覺得今次錄出來的聲音 會比較遠和有些空洞的感覺呢? 試完基本的聲音質素 我們可以看得到TCCM的自動聲音追蹤功能 所發揮的作用 在我一路走一路講話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在軟件看得到 它是怎樣追蹤我的聲音的 現在安裝了TCCM 由於TCCM能夠覆蓋到整間會議室的前後左右 所以我在會議中周圍走的時候 不用拿著一支收音咪 一路講話一路走去繼續講解 TCCM就會追蹤到我的位置和聲音 提供非常高的靈活性 同時又可以不間短地講解會議內容資訊 整個Team Connect Sealing Solutions 系列之中 Team Connect Ceiling 2 TCC2 是適合在大概80平方米較大的空間使用 而Team Connect Ceiling Medium TCCM 就適用於大概在40平方米的Mitting Room 兩款TCC產品 它的靈活收音 還可以用在新世代的教室、演講廳、會議室 以及各種不同尺寸、不同用途的場所 可以藉著精準、具指向性的收音 提供現場實時音頻播放 介紹完TCCM的實用功能和質素之後 可能會覺得要操作一個這麼多功能的會議收音系統 一定要有很多專業人員控制操作 而要控制TCC2又或者TCCM收音功能 Sennheiser就特別為了它推出專用的操作平台 Control Cockpit 程式可以輕鬆地管理和控制 Team Connect Ceiling Solutions 又或者是Team Connect Bar Solutions等等的設備 就讓我試用一下 程式中可以控制不同的收音咪、音量大小 雜訊操音控制 甚至控制連接等 這個平台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集中講者的收音範圍 又或者可以選擇想要收音的優先區 以及遮蓋區域 可以根據不同辦公室場地的需要 而且這個功能還是3D圖像化顯示 想要點設都說這麼容易 不用動小設定時 每次都找專業人士幫忙 這套辦公室用的專業收音咪設備 是否很簡單和很易用呢? 而且它的收音能力真是很清楚 說話的時候 又不用向著天花板說 自動聲音追蹤能力超準 整個meeting room 任何位置都收得這麼清 真是適合現代混合工作模式下 整天都要video call 會議的需要 任何用完全進一束 在這裡 整個部分內會是顯示 以為最新的調整的重量 請離去 請進去 Click這個地方 是不是啟動